小汗患者或許會讓多汗者羨慕 但是他們也有其中的困擾 尤其是散熱造成的中暑問題 以及新陳代謝率低 因此也不得不慎 汗液少的人一般來說是很方便 不用擦汗 然後也不會有汗臭 但是汗液少的人有一個很大的不好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比較不能夠散熱 所以在夏天的時候其實它很容易中暑 或者是熱衰竭 那所以汗少的人要非常的注意 在高溫高濕度的情況下 你一定要注意補充水分 然後要注意說你可能熱的時候 你最好用濕毛巾或是冷的毛巾照位擦汗 全身讓它降溫 這樣比較可以避免中暑 少汗的人新陳代謝率是不是就比較低呢 流汗是跟新陳代謝率是成正比 因為流汗會耗費身體的能量 新陳代謝率就是說在單位時間內身體要耗多少的能量 多少的卡路率 所以也就是說流汗是跟我們的基礎代謝率是成正比的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汗流的比較少的人 新陳代謝率是會比較低的 新陳代謝率是成正比的 新陳代謝率是成正比的